欢迎委托人巴丽丽和巴丽丽的丈夫 今天写信给谁的 给我的女儿 感谢女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几年前我查出有急性的白血病 是我当时八岁的女儿 受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罪 给我倦献的骨髓 让我获得了冲绳 延续了您的生命 是的 你们是只有这一个女儿吗 之前还有一个大女儿的 可是在她六岁的时候 出车会没有了 很多年之后 我才有了这个小女儿 可是在她六岁的时候 我就查出急性的白血病 当时我们进行了保守治疗 前后化疗了八次 但是很快病情就再次复发了 医生说再次复发 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的话 生命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您去配行了吗 去了 当时她还有几个表弟 就是堂哥堂弟都去了 一个脸都不合 就是没有配上 所以说就是只有我的女儿能救她 当女儿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怎么说的 当时我是不舍的 我宁愿放弃我自己 我也不舍得有女儿 可是女儿对我说 我要有妈妈 我说孩子这个世界上 其实很多小孩都没有妈妈 如果妈妈没有了 你就跟爸爸一起生活就好 她说妈妈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孩子没有妈妈 但是我一定要有 你要相信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你要相信结果是最好的 我给妈妈鼓碎 让妈妈活下去 现在距离手术的时间 有多长了 四年半多的时间了 恢复得怎么样 我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女儿呢 女儿也长高了 也长胖了 也上初中了 也恢复得很好 我身体 您是初中生了 对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 大家好 我叫肖慧玄 今年十三岁了 八岁的时候 知道生死意味着什么吗 那个时候 妈妈给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妈妈跟我说 她这个病不严重 让我放心 她自己去北京治疗 但是后来呢 妈妈跟我说 她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 就问我 你失去妈妈之后会怎么办 她就害怕我失去她 我也害怕失去她 所以我一定要救妈妈 那个时候只有八岁 我听说如果说自己的体重不够的话 要捐献骨髓的话 还得有个增重的过程 是 当时体重还差十多斤 所以我必须每天吃六顿饭 甚至更多 难受吗 很难受 但是想着能救妈妈 再大的难受 再大的苦 我都能忍 那然后就要开始进行骨髓的这个移植了 那个过程有疼痛的时候吗 有 害怕过吗 也害怕过 但是如果我害怕我哭了 妈妈知道了 她也会哭 她当时免疫力非常的低 如果她哭了 很可能会感冒 所以我就忍着自己不哭 让妈妈也开心一点 真是个好孩子 今天妈妈还是要给你写一封信 那我们来听听妈妈在信里 要对你说什么 好 好 来 发力力我们里头低信封吧 好 慧玄 增重是从多少斤到多少斤 当时是48斤 然后妈妈是120多斤 所以我必须达到一半 也就是60斤 在这过程当中 每天吃五六顿 你都吃些什么呢 鸡蛋 瘦肉 牛奶 那些 就得吃好的 容易长胖的 是吧 是 你以前最爱吃什么呀 最爱吃肉 后来增完重以后 是不是特别爱吃菜 是 是那段吃肉都快吃吐了 你从知道自己得病 到最后必须要骨髓移植 这个过程当中 有想要放弃过自己吗 有 当时医生告诉我 我病情复发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很崩溃的 我觉得 经过了那么多次的化疗 因为每一次化疗都是一层鬼门关 受过很多苦 我觉得忽然的一刻 就前功尽弃了 都归零了 都重新开始 我真的是不想脱离这个家庭了 我就跑到我们的河边 我关了手机 我就想 接受我自己 真的跑去河边了吗 是的 然后我 因为我是做婚礼的嘛 我想离开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看见和对面的那个 就是一个经常举行困的一个酒店 我忽然想起来 以前经常带孩子去 我想我怎么得给孩子留下一句话吧 我就打开手机 然后孩子就打进来了 孩子当时就打电话找我 然后说 妈妈 你回来吧 我们家 姐姐已经不在了 奶奶也不在了 你要是再不在了 我们的家还想一个家吗 医生说 医生说 我能全顾谁救你 那就让我救妈妈好了 妈妈你一定回来 我能救你 我让你活下去 我要有妈妈 所以其实当时也是 女儿的一通电话 把你拉回来了 救回来了 正好那个时候把电话打进来 对 如果那个时候 电话没有打进去的话 我就跳下去了 我真的不想再脱离家庭 因为花了好多好多的钱 我们所有家里的钱都花没了 还借了很多的外债 然后还要用孩子的骨髓 我真的是不忍心 我宁愿我自己离开 也不想脱离他们 就是孩子的话 我觉得我要坚持下去 要活下去 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要陪他长大 那个时候怎么想着 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就是在那个时候 还是说妈妈关机的时候 你不停地在给妈妈打 妈妈她就是 关机的时候 她是 就是一住不住地打 一直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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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关了多长时间 关了两个小时 有一个手机都打没电了 然后又换了一个手机又打 然后她开机的时候 正好电话过去 母女连心啊 开始是2015年 查出来的病 当时我还怀孕第二胎 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也没办法 也只能放弃了 因为不放弃 我自己的生命都不到三个月时间 那个孩子我是生不下来的 然后就开始了 长达两年的保守治疗 但是后来停止了保守治疗 化疗八次之后 病情很快就复发了 这意味着就是 补骨髓一直就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生命进入到几时了 好像还有当时 给妈妈捐骨髓时候 治疗的照片是吧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 我这是在照顾妈妈 给妈妈喂饭 她不但同意 要给我捐钱骨髓 还平常还经常 说那些话鼓励我 也不用爸爸照顾 就亲自给我喂饭 就是她的意思 我很知道 孩子就是想知道 让我 觉得她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她 这是在做穿寺的时候吗 这是在抽骨髓的时候 你的表情让我觉得 其实很痛很痛是吗 但是孩子没有坑声 医生都没有坑 莉莉是在做婚礼策划 其实婚礼策划 都是给别人送去快乐的 是的 所以说当初生病的时候 我为我自己感觉很不公平 我是做喜事的 每天做好的事情 做喜庆的工作 还得上这个病 有很多人给我提供了帮助 我当时得这个病的时候 我就想放弃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 毕竟是很劳力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就想 不管我好还是不好 我就不想做了 然后后来我在那个 骨髓移植仓里的时候 就有很多客户 就发微信告诉我说 姐 我现在给你交个定金 你要给我策划婚礼 我就感觉很惊奇 我说你知道我生病了吗 我知道呀 我还给你捐个款呢 我说那你怎么还让我做婚礼 那你做得好啊 我相信你啊 我说你不怕我 出不来这个移植仓 会活不下来吗 不会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就是觉得 你一定能好起来 先把钱给你打过来了 对 那个定金实际上是当时 你的医疗的费 救命钱 先把定金给你 打定金的是一个 还有有人把全款都给了我 然后我觉得 当时我在仓里哭的 就是哭了好久 我就觉得 他们又支持我 我一定等我好了 一定还要从事 这份美丽的工作 美丽的事业 做完手术 其实已经隔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我在问你 手术的前一天 你和你的女儿说了些什么 经历了些什么 我相信你终身难忘吧 前一天的时候 我就还是那句话 我就说 如果我出不来 如果我活不下去 你就跟爸爸一起 你当时孩子说 妈妈 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 你要相信 我们的结果是最好的 他们两个是有缘分的 因为丽丽生日的那天 生下的玄瑄 所以你们母女俩 是同一天的生日 对 他们两个是同一天的生日 那每年过生日 是买两个蛋糕 还是一个蛋糕啊 买一个 给女儿买的 你省了 给女儿买的 现在看到 她的身 丽丽的身体 恢复得这么好 孩子又学习又挺好 感到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的幸福 又回来了 刚刚我们说到了 您的客人 现在您恢复健康了 其实他们也 特别为您高兴 今天知道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还录了一段 惊喜视频 有祝福要送给你 来听一听 嗨 八姐 好久不见 我是好敬 我是王芬 八姐 好久不见 哈喽 八姐 我是子晴 看到你现在身体 恢复得这么好 作为妹妹 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我还记得四年前的夏天 你在北京的医院 给我打来电话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你 做我的婚礼则画师 你不怕我挺不过来吗 我说我不怕 我一直相信 生命里会有奇迹 而这个奇迹 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的认真 果断 而且之上的性格 都给我留下了 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我们俩的求婚 到婚礼 都是你一直 忙前忙后的身影 非常感谢八姐 带给我们一场 美好的回忆 婚礼策划慢慢漫 对重生的你来说 一定能够挑起 这一个大辽 愿你列进千番 归来仍是少年 八姐 加油 加油 八姐 我宝宝 二十多岁 要办婚礼的时候 到时候你也要 给我的宝宝 做一个特别特别 美的婚礼 人家宝宝笑得多开心 这都算是预约好了吗 这场婚礼 二十年之后 给宝宝来策划一场婚礼 二十年也快 一眨眼 你要好好养身体 谢谢 谢谢 是 今天还要写信 给自己的女儿 那咱们先念给女儿听吧 好不好 玄瑄 玄瑄 我的宝贝 十三年前 我在自己生日那天 生下你以后 妈妈就觉得 我跟你有特别的缘分 你的到来 让妈妈欣喜若狂 有容善复得的幸福感 妈妈发誓 想尽我自己所能 给你最好的 可是 天不随人远 妈妈却生病了 让你小小的年纪 承受了同龄的孩子 不该承受的许多苦难 面对我们的困难 你一夜长大 义无反顾地 用幼小的身体 受了那么多的罪 承担了救妈妈的重任 你给了妈妈 第二次生命 宝贝 妈妈要谢谢你 你的懂事 让我太心疼 妈妈觉得 一定是上辈子 拯救了银河系 才有了你这么好的女儿 你是上天 派给妈妈的小天使 妈妈现在好起来了 妈妈一定 达成你对我说过的心愿 我们全家人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其实呢 妈妈对你以后 对你并没有什么 太高的 什么望女成宗的期望 我也是那句话 我的女儿 我只要她健康 快乐就好 宝贝 我爱你 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有了一个小天使 这个小天使 又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莉莉 好好养身体 开开心心的 谢谢 刚才视频当中 有一个 才估计一岁都不到的小朋友 已经向您预约 他的婚礼策划了 我觉得怎么着我应该也比他早 要不我也给你定金一个 你该忙起来了 正坐起来 谢谢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是做婚礼吧 今天还给两位主持人 带了一个小礼物 是吗 我还没付定金 这就直接收礼物好吧 你收了礼物就不好意思 第一次不付定金了 是婚礼上经常用到的 谢谢 还顺带送你一份呢 哇 好看 对对对 我占你的光 我占你的光 是一个永生花做的小相框 是我们经常婚礼 小手工用到的 太希望了 你们两位像永生花一样 不管是容颜还是视野 都美丽永恒 谢谢 我们这个特别的节目呢 是暑期心愿系列 你现在也放暑假了 有什么暑期心愿吗 其实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妈妈健康快乐 之前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在北京看她 当时就很想去游乐场玩 可是妈妈身体不允许 然后又怕浪费治病的钱 所以没有去 所以这个暑假 想和爸爸慢慢一块去 北京的游乐场 是 我们要有请朱华 为这一家送上梦的翅膀 酱卖 外抱着梦 展开的翅膀 闯进你的天后 有许多感动 多些学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